歡迎大家收看 竹天晴開機場 氣象看竹天晴 這個是童童 我是竹天晴 今天我們兩個要講什麼呢 講兩個台湯 哪兩個 以後台湯 艾維尼 還有二號台湯 誰個馬力士 有可能產生哦 來 童童 這個艾維尼現在在哪裡 它現在在東京的135度 北尾29度的離路爾島 大概600公里的東南方向 慢慢停走 而且它看前面的路是小了 爸爸 為什麼它越來越小呢 因為它越來越高 而且越來越冷 這個太平洋大概還有從西北方向過來的風 一直催促它慢慢縮小 明天有可能就被停邊縮小了 不過這個台湯系統可能就這樣結束了 因為這個艾維尼很小 不過在這個南海裡面產生一個新的氣壓 94W 它行程之後就一直在海南島的附近徘徊 不過它的中間時速只有35公里 非常的慢 但是我在爸爸的手機上有看到說 它有可能會形成二號台風馬力士哦 真的嗎?二號台風會在台灣產生嗎? 有可能哦 不過我看那個 艾維尼系統啊 它走的方向很像 然後裡面 廣東啊 不過它一直都在這邊繞 從這個高大市場看過來 高大一直從這邊騎過來 也有可能它慢慢會登上廣東地區啦 不過這個它走的方向 我們看艾維尼上面走 它是會到台灣來的 所以這個馬力士即使軍程也有可能在海南島 香港跟台灣之間繞來繞去啊 到底啊這個94W 在未來以前 有沒有可能形成二號台風馬力士呢? 還有一號台風誰個? 艾維尼會不會消失呢? 請去收看 主播天新看新的氣象看主播天新的 點得發起了 我囉唷 我囉唷 小小 歡迎點贊 評論關於台灣繞去無線新